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可怜的 刚出生就没了吗 等等 不太对劲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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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倒霉了 等等 我不会要穿越到这个倒霉鬼身上吧 看来还是穿到那个倒霉鬼身上 殿下 您醒了 快喝点水 殿下您这次能醒过来的太恨了 那个贵博能拿面镜子过来吗 是殿下 这 这是我 有什么问题吗 殿下 问题可大了 我 我也太音质了吧 才是吧 就已有绝世美男的风姿出行 但这不是重点 可人不是烟花 我头上也有 还黑成这样 这就是应当发黑吗 殿下 您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是第八十九次从火入火 鬼婆 你退下吧 是 别人穿越都是金光闪闪的主角光环 怎么我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都冒黑气了 感觉顶着出去都要遭雷屁 就真害羞什么些 吃个饭没嘴都能淹死 我怕不是个假的主角吧 确定了 闲鱼一个月再说 好想玩手机 没有手机没有网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 不如死了算了 不行 生命乘客贵 自由价更高 本公子这就要出气了 什么 十三殿下居然出门了 十三殿下 他们头上都有权 这就是我穿越得到的特殊技能吗 谁也给人这么坑电的技能玩我呢 十三殿下 大家都还会捡了温神医要避开我 这刀玫瑰十八年怎么活的 不过仔细观察 这光环还有点区别 普通宫女就是爱的 贵宫狗和宫女领般是绿的 这么说 运气一般是白的 好运是绿的 真就要想生活过得去 偷生带点绿 这么骚的吗 不想也闻不到我这恩运之环来说 这小太监光环怎么这么牛逼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运气之子 十三殿下怎么一直跟着我 他想干什么 殿 殿下 不用怕 你叫什么 奴 奴才秦高 若我冒犯 请 请殿下恕罪 哦 小高子啊 抬起头让我看看 嗯 怎么这么凉 这 这是 羽生王 大雁丽 糟了 殿下怕不是走火入魔了吧 哎 秦高的红色光环 比和大雁丽有关 殿下 殿下您去哪里 宇书房 啊 找到了 秦高的大雁丽 应该就在这里 要是能抢小太监的机缘没中我就转印啦 书一到手赶紧看看 怎么黑是什么黑 难道还得先破解了这树才算到手 哎 难道还是因为我脸黑 殿下 您已经看了三天了 不找出这书的秘密 我绝不出门 就我这运气 出门回来书还指不定在哪儿呢 还是不行 殿下 对了 坏人试试 桂伯 这本书可能有机缘 你要不看它 不成不成 殿下都找不到的 老奴就跟 真有啊 三天了 别人一碰就行 只有这么真实吗 殿下 恭喜殿下 您找到传宫御简了 向日 磨点 终于 我的厄运 下面还有字 我靠 杠志 我保持这本烂树 也中了真正三天 三天 结果就给我看这个 但这向日磨点 可是三千年前横行东方的向日磨尊所创 向日磨尊 那什么人 我也是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 那原本是东方大昆国皇宫里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太监 地位低下 修仙根骨也极差 但此人 但此人有大际 竟然在皇宫御书房里找到 实传已久的太阳地精残倦 可是这残倦 却确实最重要的新倦 普通人如若强行修炼 只会走火入魔 引火自焚而亡 可他不仅有大际欲 还有大毅力和大悟性 居然以自己为实验体 并融合树门魔道工坊 硬生生把太阳地精魔改了 这门魔宫不但攻击速度极快 还能牵动敌人心里的欲念和心魔 从而寻找破绽 一击必杀 堪称那个时代 魔道最诡异的邪功之一 而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太监 也因此成为了 向日无尊 既然这么珍贵 那贵伯就好好收着 努力修炼吧 这怎么可以 你不练 难道我练吗 我娘要是知道我真的练这个 估计能被我弃活了 要你拿就拿吧 贵伯 您这是 二十年前老奴曾被人诬陷 偷到宫廷宝物 神兰妃娘娘救了老奴的命 老奴读得疏随不多 却也明白知恩图报 殿下赐予老奴向日磨点 老奴秉然日夜苦休 绝不敢怠慢 老奴对天发誓 今后只要还有一口气赞 必以性命 故为殿下安全 殿下又出来了 唉 虽然得到向日磨点 但我还是个没妥妥呀 不过 贵伯对我忠心耿耿 这向日磨点被他练了血 说不定还能帮我转转练 下了你的狗眼 该死的奴才 那不是六皇子神奥的宫殿方向吗 算了 还不知道这六阁头上的七五八八是什么样的 秦高太惨了 这是快被打死了吧 秦高 秦高的光环也不像初见那般妖妖 这就是榜样 可是 这就是 不知道想说主角的眼神吗 什么经过各种磨难的主角 大难不思反杀仇人 不行 不能这样 住手 必须把这个结局扼杀在摇篮里 十三殿下 我要带他走 他摔坏了六皇子殿下的九夜仙之草 这是死罪 你敢顶撞我 奴才知错 望十三殿下数岁 这九夜仙之草 毕竟是炼制尚品助击丹的主要要材之一 十三殿下 请您不要为难奴才 对于修仙者来说 这九夜仙之草 确实比一个小太监卓妙 原来如此 那我亲自去找六哥求情吧 等等 据我所知 这六皇子可不是个什么好说话的主子 我一 按照修仙手说的惯用套路 才是必要一场大战 比我这摔身不提的小身板 根本不是对手啊 见面就免了 为兄正在闭关 不能收上 小女子 送客 嗯 说好的六皇子脾气不好呢 说好的大战一场呢 就这样 十三殿下 多大仇啊 这打得也太狠了 那个六哥 你看这小太监被打得那么惨 要不六哥你再给点疗伤仙药呗 这是疗伤灵药回春灯 拿去吧 好嘞 谢谢六哥 六殿下 这回春灯珍贵无比 怎可用在这卑贱的奴才身上 怎么 你有意见 奴才 不敢 那就闭嘴 小李子 索客 是 六哥 告辞 下次我再来看你 殿下 奴才有个疑问 不知当问不当问 问 秦高那奴才犯了死罪 殿下如此轻易就放过他 这若是传了出去 奴才怕有损殿下威严啊 与漫漫先路相比 世俗纷争 王的威严 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何必在意 本殿下注迹在望 一旦成功 便能败入太白洞天 从此先路坦荡不可限量 十三地命格特殊 在这关键时候 故意与他产生纠纷 殿下的境界高远 奴才佩服的五体投地 奴才悟了 该怎么安置这家伙 一般这种自带主角光环的人 也都自带了仇恨光环 我可不可不可主人可出门了 该叫什么主角木板 不行不行不行 我可不能被他磕死 殿下 殿下为何用如此不疑的眼神看着我 来来来 先把这回春难吃啦 听话 张嘴 殿下 奴才斗胆问您一句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为什么救我 因为 你与我有缘 最后 你就在蓝星宫住下吧 也不用干活 乖乖待着 让我随时能找到你就行 不用干活 乖乖待着 还有殿下随时能找到 这 这岂不是 不行 殿下 奴才 真的做不到啊 那咋 罢了 贵伯 回头把向日摩点的炼器片 也抄露一份给小高修炼 另外 你去在院子里 给小高准备一个房间吧 反正这本向日摩点就是他的机遇 我也就只做个渗水人情 以后若他真的崛起了 也就多个相互照应的旁 谢殿下 奴才定位殿下 做牛做马 报答殿下 这 明明会不会变得更加火了 难道说 果然 没有那么帅了 难道是因为 我把机缘还给了情告 或者跟他一起分享了没意义 看来 还是验证一下 算了 鬼魔 相日魔点还是别传授 果然光环褪色 头顶的光环 就并会原来一样 我想了想 还是传授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光环会因此变得更漂亮 算了 还是编传了 还是传吧 我想了想还是算了 不行不行 还是得传授 不会是把脑子炼坏了吧 跟大气韵者推荐气韵 他的气韵能提高 我的气韵也能提高 忙活了这么久 终于感到希望了 对不 霞哥 跟我来 殿下 您这是去哪儿啊 灵石是修仙者用来修行的消耗类物资 能大幅度提高修仙者的修行速度 万灵园正是灵石矿最大的交易场所 修仙者从矿脉中挖掘出灵矿石 从中切割出灵石粗胚 但不是每一块灵矿石里都能切割出灵石的 在这里 开矿赌的就是硬气 本宫子七日的 就是气 小灵仙来了 为何看不到的机遇 这位兄台 科夫请教一下 这小灵仙是什么人 小灵仙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咱们万灵园 徐灵断矿最牛的灵脉师 不但如此 而且还是个橘色大美人呢 谁要是娶了小灵仙 那可就发达了 不但美人在怀 而且一辈子都不用愁灵石了 呦 宋长哥安好 仙子 你怎么来了 听说宋老板又进了一批好货 你又偷来看看 上次你开出的那尊青玉玲珑顶 可是让老夫心疼了整整半个月呀 还请仙子高抬跪手 灵矿方开着门便是做生意的 怎么 宋长哥不欢迎我吗 按道理来讲 如果有机缘的话 肯定会在头顶上显示出来 难道他根本没有机缘 怎么 宋长哥是心疼你的灵石了吗 看来您是对我们灵仙姑娘有意见了呀 果然是无间不伤啊 说的是啊 说 我敢不敢 仙子随意 随意 竟然是木战轻功 难道我看不到他的机遇 是因为他凭自身使力开过 并不是靠运气吗 我要这个 十 十五妹灵石 一经选定 情获两经 是赚是赔 该不退化 宋老板可不能反悔哦 快开 快开 出货了 出货了 啊 灵精 真的是灵精 小灵仙不可为小灵仙 看样子 这枚灵石粗胚里面 诞生了灵精 股价大概在 八百到一千两百枚灵石左右 便算做八百枚灵石 那宇宋老板吧 那老夫便不收仙子的开始钱了 请仙子稍等 我去拿钱 不愧为小灵仙 就是大气 宋掌柜这次 可是净赚了四五百枚灵石了吧 我家小灵仙不仅才华出处 还人美心善 宋老板做生意很厚道 灵儿下次还会再来的 您心心好 可别再来了 宋老板这次进的货里 好东西可不少 灵儿曾经立誓 每天只开一时 今日不会再开 各位道友若是有兴趣 可以去试试运气 或许会遇到大机缘 听到了吗 他说天灵旋里可是还有不少好机缘呢 兄弟们 咱们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 嗯 我要一个 我也要一个 沈公子 您要是真喜欢他 那就追上去吧 是啊 沈公子 若是喜欢 就要勇敢去追 以后不后悔 本公子是什么尊贵的神 怎么可能去跟踪一名小姑娘 出来吧 小灵仙 东西交给我吧 殿下 我们出手吗 动动脑子 现在这家伙只是劫财 又没劫色 这时候出手 大侠你真是个好人啊 这小灵仙这么漂亮 贼人必会劫色 这时候十三殿下再来个英雄救命 何丑美人芳心 高 实在是高 我还是太年轻了 这俩是在说像什么 不能给我留点吗 可以啊 陪我一碗 这袋零食全给仙子都行 来了 动手吧殿下 殿下 出手吧 等等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个大气驭男主也该出现 拿去 卑贼 智行落强 这歹徒怎么都不追啊 有没有这些道德啊 怎么回事 大气驭男主啊 光天化日只想调戏梁家妇女 该当何罪 姑娘放心 有我在 这歹徒碰不了你一根蛤蟆 什么歹徒 什么妇女 我哪里妇女了 这都什么脑回路啊 我给你个机会 把灵石还给她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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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这不关你什么事 我被修仙之人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 莫名其妙的 想多怪人是英雄救美 找死 就这 贵博 你们不要再打了 姑娘 你安全了 不要嫌我 这是每个有道德素养的修仙者应该做的 你们 你们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他说啥 他说你居然黑吃黑 他说你居然黑吃黑 你死了 我没换换你们的 你等着 我会放过你们的 你等着 你光天化日只想挑戏梁家妇女 现在还敢威胁我了 殿下息怒 不如我们再打他一顿 拉 拉拉力 少你个大头鬼 我今天被削了你个银贼 大侠高抬贵手 还是放过他吧 放过他 他刚才还在调戏你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圣母白灵花 其实吧 那个 我就实话实说吧 其实 我是个矿托 矿托 这女人 其实是个骗子 根本不是什么灵脉尸 你要不要脸 还好意思说我 其实她是刚才那宋掌柜的儿子 可是她爹让我过去做托的 公子 这女人可是个惯犯 她一直和各家店主 连手演戏给客人们看 来吸引客人的 怪不得看不到她的机缘 那半天 就是个带火网红 看到机缘才见鬼了呢 浪费人看见 走了 等等 你们把我打成这样就想走 殿下 要不咱们 杀人灭口吧 那个 杀人什么 就不至于吧 我还想继续和宋掌柜合作呢 杀人就算了 今天就是个误会 本少还以为你是在调戏良家妇女 所以 少女 那她是少女 行 调戏良家少女 挨顿打也是活该 哎 不这样吧 今天就当我无偿替你爹过来笑的 咱们俩亲行吗 啊 这算什么 那 气场好枪 是 谁不相瞒 本殿下大阎国六王子神奥是一个 小灵仙以后我照着 不许你们欺负 若若不服气 欢迎来黄蜂找我 我们走 殿下莫要难过 今日只是个意外 是啊 只是个意外而已 真的只是意外吗 以殿下这十六年的气运来看 也许真的不算是意外 殿下命苦啊 殿下 嘿嘿 虽然A计划失败 但是本殿下想到了B计划 来看啦 快来看啦 神道 乃秋明山幽鹤洞 天机尊者座下弟子 神奥天 奉失命下山历历 既有猿人寻灵看矿 保证为一丝开矿 必出灵石 而正开出灵石后 在下温文不群 全部赠予有缘人了 眼眶跟着贫道埋 来年仙俘靠大海 为何 殿下他真的会巡灵断矿吗 巡灵矿卖博大精深 没有明师指点 殿下恐怕不大可能掌握 那他不会是之前受的刺激太大 疯了吧 以殿下的气运来看 他是必找不出灵脉的 这样的话 无被殿下挑中的那些灵脉的几率 会大一些 难道 这赵妙啊 殿下果然聪明 我说啊 你们俩 也不知道帮拼到喊一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开出灵石了 是不是真的分文不取啊 拼到一言九鼎 分文不取 那若是我听你的 雪灵矿石 巧亏了怎么办 你该不会是拖吧 小灵仙这种真拖 大家都深信不疑 我这种的反倒是引起怀疑 这什么事啊 贫道只为其德行善 若开出宝物 分文不取 若开不出 赵南全赔便是 嘿 竟然还有这当好事 这人物不是个傻子 那麻烦仙师 替我选一块好矿吧 白色的过话 还是算了 很遗憾 额下与贫道无缘 你耍我 你耍我 贫道一开始就说过 替有缘人许零断卖 你这个骗子 找死 岂有此理 竟敢 东台 这万灵园里动手的话 少交罚款 您确定要在这里动手吗 为园区管委会 应该也把事撤死我 可恶 臭骗子 你给我挡着 总会有人来收拾你 气血光环白的 刚刚飘过似的 刺激机缘不行 别我了 别急啊 抱歉一点 让我看看 抱歉 抱歉 阁下与贫道无缘 这倒是莫不是个骗子 只会不停地重复 无缘无缘 我倒是觉得 这个人像个世卫高人 神秘得很 不然他分文不取 骗的是什么 又图的是什么 有道理 让开 都让开 让开让开 快点让开 别急啊 这不是园区管理会的人吧 看来这道士到底是什么来头 马上就要数多数出了 吃瓜吃瓜 好小子 还没走呢 哪儿挺肥啊 没想到你还真的叫人来了 仙子你看 就是这个人 在万灵园里 有盐获重 殿下小心 以老奴观察 这女娃至少也是助激情 老奴恐怕不是对手 无妨 这位道友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啊 是不是搞错了 仙子 你可千万别被他的外表迷惑 我发誓 他绝对是个骗子 仙人长得这么俊 怎么可能是骗子 是的呀 人家说得很清楚 只替有缘人寻灵断话 你没缘而已 就是就是 反正我才不信 有长得这么俊的骗子 我是太白洞天珍传弟子李莲儿 哦 原来如此 什么说来 道友真的会寻淫断脉之术 如假包换 仙子若是愿意 频道替仙子寻一杯灵矿看了便是 道友不是说无缘者万金不算吗 自然是因为 仙子与频道有缘 你是说 是说我们有缘吗 这些仙子 您千万别被这小子的花言求语欺骗哪 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哪 本姑娘心里有数 道友说与莲娅演员 是不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直接告诉我 这位沈哥哥应该没有说谎 女儿自然是相信她的 那我 幸好 她 你为什么要诬告人家 这万灵员管理委员会办案这么随便呢 我什么时候不想沈哥哥 难道是因为长得帅 原来长得帅 真的可以为所用 小姐 真相还没弄清楚呢 我们办案不可如此草率 请问频道要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既然阁下城方才自己与莲二小姐有缘 那就再简单不过了 就请道友为莲二小姐寻上三枚灵矿石 开矿证明吧 若三枚灵矿石开出的灵石总价值 比购买总价高出一倍以上 便证明道友所言非虚 执法队自然会还道友一个公道 不知道道友以为如何 恐怕不行 仙子虽与频道有缘 但频道只能替仙子选一枚灵矿石 为什么 天道有序 万物有据 话不可说计 事不可去计 如不可受计 来世太计 缘分事必在尽 天道有序 万物有据 这玩意 这玩意说的太对了 他肯定不是骗子 殿下竟然愿意为他开矿 为何不多挑几枚灵石 这样也能让姑娘 对您更加有好感 我一想 我能怎么办 这公环里 只有一个机缘画面 道友如此自信 就不担心失误吗 在频道的公团 没有失误这个字 联二仙子 请随我来 哎哟 贵客贵客 我们圣灵坊 可是这万灵元的老牌地 现实要开始跳了 闭嘴 别打扰雄师哥哥 奥特曼 阿凡达 开甲勇士烟龙虾 卡卡罗特背吉他 小姐 您师从太白洞篇 能听懂道友在念啥吗 可能是某种深奥的 巡灵秘术咒语法 你细细聆听感悟 莫要打扰我 下雨了就靠不得 阿丽少玛利亚 王者瞎过雅典娜 我不会没开过 太上王军 叽叽如律令 鸡 皮刀看到了 就是套 奥天道友 你确定要选这枚矿石 莫非道友没听说过 这枚灵矿石的故事 说来听令 这石头明曰紫青仙葫芦 是这圣灵方的镇殿之宝 当初圣灵方方主 挖到这块矿石时 整个万灵源都震动了 当初大阎谷 几乎所有的达官贵族 修仙真人 蜂拥而至 静香开高架 希望收购这枚矿石 此青仙葫芦 一度攀登到了上百万灵石的价格 但是当灵脉大师 检测完这枚矿石后 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灵矿石曾经很珍贵 是一件仙道大器 但在经历漫长岁月更迭后 这件仙道大器的本源 已经完全耗尽了 所以说 这紫青仙葫芦 毫无价值 莫说百万灵石 就连一万也卖不出去 这骗子可真能装 就连仙子都差点被你唬住了 仙子 现在水落石出了 希望各位好好收拾这个骗子 即便是灵脉石 偶尔出现失误也是很正常的 沈哥哥 还是换一个选择吧 这妹子还挺护着我的 简直 贫道座的选择 从不后患 请仙子开框 仙子给你台阶里不下 就是死鸭子嘴硬 慢着 小姐 十万灵石可不是个小数目 沈奥天 现在收手的话 最多也就是与你名声有损 如果你真的骗去了这十万灵石 那就只有牢房伺候了 这大忽悠都忽悠到执法队身上了 我就等着看这骗子的好戏了 很好 果然英雄出少年呐 小兄弟真的觉得这紫青仙葫芦里有机缘 有 小兄弟果然慧眼如炬啊 你的观点简直和老朽一模一样 这枚仙葫矿 父子青道文 浑然天成 更有绝世仙台涅槃孕育 庸人只觉得是本源浩尽化为废弃 老朽一直觉得 只有真正的有缘人才能发现 这枚仙葫芦中暗含一线生机 乃是真正的无上大机缘 小兄弟相见恨晚 我与你真是相见恨晚呐 嘿嘿嘿嘿嘿嘿